这五大,垃圾,食品,很多人不知道,还在继续食用,一,活腑,化酶和蜜腱类食物,这类食物含有亚硝酸盐,在人体内可结合案形成,潜在的致癌物质亚硝酸案,含有香精等添加剂可能损害肝脏等脏器,还有较高盐分可能导致血压升高和肾脏负担加重。 2. 冷冻甜点 冷冻甜点包括冰激凌、雪糕等,这类食品有三大问题,因奶油含量较高,亦导致肥胖,因糖分含量高,可降低食欲,还可能因为温度低而次机位尝到。 3. 奶油制品 奶油制品的能量密度很高,但营养素含量并不丰富,主要为脂肪和糖。 常吃奶油类制品可导致体重增加,甚至出现血糖和血脂升高,饭前食用奶油蛋糕等,还会引起食欲降低。 高脂肪和高糖分常常影响胃肠排空,甚至导致胃食管反流。 很多人在空腹即食奶油制品后出现反酸、烧心等症状。 4. 肥肉和动物内脏类食物 肥肉和动物内脏类食物,虽然含有一定量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但其中所含的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已经被确定为导致心脏病的最重要的两类膳食因素。 长期大量进食动物内脏类食物可肯定性的大幅度递增高患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如结肠癌、乳腺癌的发生风险。 3. 加工的肉类食品 这类食物含有一定量的亚硝酸盐,故有导致癌症的潜在风险。 此外,由于添加防腐剂、增色剂和饱色剂等,造成人体肝脏负担加重。 还有,活腿等制品大多为高纳食品,大量进食可导致盐分摄入过多,造成血压波动及肾功能损害。 这五大垃圾食品不要再继续食用了。